日安專科 十倍濃縮馬卡 挑戰業界最高含量 嗨 大家好 我是趙佑 上次的影片我們聊到 一週要訓練幾次才會有比較好的增機效果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話 我推薦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把連結放在底下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如果你的訓練目標是增加力量 一個禮拜應該要練幾次比較好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上的訓練課表 有好幾個都是主打極高訓練頻率的 像是保加利亞訓練法或是Squad Everyday 這些課表不只每天練 有些甚至一天練好幾次 那到底有沒有科學可以幫我們分析 怎麼樣的訓練頻率對提升力量是最好的 我們來看這篇綜合分析研究 被納入分析的論文需要滿足幾個條件 第一 研究主要在測試訓練頻率的效果 同時要控制每個動作或機群的訓練量 以及訓練強度 時間必須持續至少六鐘 第二 研究必須測量力量變化 第三 研究對象必須治健康的成年人 而且不是老年人 因為年齡可能會影響頻率 以及力量增長之間的關係 第四 研究必須發表在 經過同行審查的期刊上 最後總共有13項研究被納入 包含328名的受試者 提供了31組比較數據 平均研究時間在6到12週 每個研究平均有9到20個受試者 其中5篇研究 使用了未受訓練的受試者 8篇研究則使用了有一定訓練經驗的受試者 那我們直接來看分析的結果 平均來看 低頻率組的力量增加了14.65% 而高頻率組的力量增加了18.04% 這代表高頻率組比低頻率組 平均多增加了大約23%的力量增長 如果我們分成每週來看 平均來說 低頻率組每週力量增加1.91% 而高頻率組每週力量增加2.32% 這代表高頻率組的力量增長速度 平均比低頻率組快21% 接著我們來看訓練經驗有沒有差異 對於沒有訓練經驗的受試者 平均來說 這樣看起來高頻率組效果比較好對吧 那具體應該練幾天比較好 三天四天還是每天 如果我們直接來看不同頻率之間的分析 每週訓練一次力量提升1.47% 每週訓練兩次力量提升2.17% 每週訓練三次力量提升2.61% 每週訓練四次或以上力量提升2.1% 如果從這幾個頻率來看 統計上唯一顯著的差異在 每週一次和每週三次之間 如果我們用整體趨勢來看 事物表明每週三次的訓練頻率是最好的 不過如果我們換個角度解讀 會發現不一樣的結果 如果我們把每週一次的頻率 跟其他頻率直接比較時 力量增長效果略低於平均每週差距 0.366% 每週兩次的頻率也是略低於平均 每週差距0.082% 每週三次的頻率則是優於平均 每週高出0.202% 每週四次跟五次的頻率是表現最好 每週高出0.495%和0.439% 每週六次的頻率數據不多 只有一篇研究有做 只稍微高出平均 每週高出0.053% 這個分析顯示 每週四到五次的頻率是最好的 不過這個分析有個盲點 因為很少有研究探討 超過每週三次的訓練頻率 為了補足這一點 我們可以把每週四次以上的研究結果合併 發現每週四次以上的頻率 力量增長效果優於平均 每週高出0.397% 你可能會好奇 為什麼最後兩種分析方法 會得出不同的結果 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 假如有三個研究 第一個研究比較每週一次跟每週四次 第二個研究比較每週三次跟每週四次 第三個研究比較每週一次跟每週三次 在第一個研究 低頻率組力量增加5% 高頻率組增加10% 在第二個研究 低頻率組力量增加10% 高頻率組增加15% 在第三個研究中 低頻率組力量增加20% 高頻率組增加25% 如果只是簡單平均力量增長 每週一次有12.5%增長 每週三次有17.5%增長 每週四次有12.5%增長 表面上看起來 每週一次和每週四次的效果相似 每週三次效果最好 但是這個結論實際上是因為研究之間的差異造成的 而不是頻率差異造成的 不過如果我們透過直接比較 每週一次比每週三次和四次都低5% 每週三次比每週一次高5% 但比每週四次低5% 每週四次比每週一次和三次都高5% 這種方法可以更準確地反映 不同訓練頻率跟力量增長之間的關係 知道這點之後 我們回頭看剛剛的數據 每週訓練一到兩次的效果是低於平均的 三次以上是高於平均的 如果我們直接比較一到兩次 跟三次以上的差別 平均來說 每週一次或兩次的頻率 可以產生每週1.94%的力量增長 而每週三次以上的頻率 可以產出每週2.37%的力量增長 這代表高頻率組的力量增長速度 平均比低頻率組快約22% 最後是不同訓練動作的差別 對於下肢訓練 每週一次或兩次的頻率 平均產生每週1.92%的力量增長 而每週三次以上的頻率 平均產生每週2.19%的力量增長 在統計上這樣的差異不明顯 而在上半身訓練中 每週訓練一到兩次 平均每週的力量增長為1.52% 而每週訓練三次或是以上的頻率 平均每週的力量增長為2.16% 這代表高頻率組的力量增加速度 平均比低頻率組快42% 這個差異在統計上就是有意義的 如果我們把訓練頻率 當作一個連續的變量 每增加一天的訓練頻率 力量增長率平均增加28% 而在下半身訓練中 每增加一天的訓練頻率 力量增加率平均增加5% 這個差異並不明顯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高頻率訓練對提升力量 是真的有幫助的 特別是在上半身力量上 為什麼有這種結果 我們推測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技術變好了 就像學習任何技能一樣 大量的練習可以帶來更好的學習效果 想像一下 如果你每週只練一次深蹲 和每週練三次的深蹲 哪種方式更容易讓你掌握動作的要領 我想答案很明顯 第二個原因 當我們把訓練組數 分散到一週不同時間來做 每次訓練時的狀態都會比較好 這代表我們能夠維持比較重的訓練重量 過去研究也證實了 對於提升最大力量來說 比較重的訓練重量 確實比較輕的重量更有效 綜合今天的研究 如果你想要提升力量 我們可以用以下的頻率安排訓練 深蹲 每週至少2到3次 握推 每週3到4次 硬舉 每週1到2次 這樣的頻率安排 比起每個動作每週只練1到2次的效果 要好得多 當然這只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具體還要根據個人的恢復能力 和時間安排來調整 新手在剛開始時 可以循序漸進 慢慢提升訓練頻率 不過 在你急著提高訓練頻率之前 有幾點重要提醒 1 合理分配訓練量 提高頻率不等於增加總訓練量 而是要把原本的訓練量分配在更多的訓練日 2 注意恢復 高頻訓練要特別注意恢復品質 包括 充足的睡眠和營養補充 如果你沒有辦法恢復 那提升訓練頻率沒有什麼意義 第三 循序漸進 不要一下子就把頻率提的太高 建議每2到3週增加一次的訓練頻率 讓身體有適應的時間 今天的研究告訴我們 想要有效的提升力量 適當提高訓練頻率 是一個科學而且有效的方法 但還是要記住 訓練計畫沒有一個完全適用的標準 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做調整 最後想要了解你的想法 你的三大象一週都練幾次 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吧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幫助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或是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喜歡影片的話也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NV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